中央民国110年11月1号星期一 11月是以前11月没什么感觉 但是自从某个电商开始有11月 先是单身节以后慢慢慢慢变成 比较没有人去管单身的事情了 也不管人家有没有成家立业 也不管人家情感是否还是落单 现在都是购物了 从10月开始 光辉灿烂的10月 一直到买买买买买 剁手的11月 所以很多事情 每个月每个月的时候 我们的节气都改了 我们的节气就变成是万圣节 过来就是感恩节购物节 购物节没买到了再一个购物节 然后再过来就是春节 所以其实节气用按月分也是不错了 就是每个节日都会给他一个花钱的理由 这样子是鼓励消费呢 还是说算了 反正你每个月都要买 你也不用担心你买不到 好这种心情 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一定要马上买的 这个可以给我们心灵大滋补 芝芝线上厅 我们也是要庆祝双十一 芝芝线上厅知识的 狂欢双十一 我们是线上精品级的精品 芝芝线上厅好礼大放送 我们这次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从111111到1122 总共12天 有什么呢 我们详细的内容 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内容 大概是写什么 我们有买一抽一 然后呢 如果是在十一月份呢 有购买任何有生书的课程 有生书的单品 什么都可以 就可以参加抽奖 礼物呢 有KO疲劳首选 能量贴布科勒斯 还有好物市集严选的很多东西 好东西 买越多抽越多 你买一就会抽一 越买越多就会抽越多 如果说你消费满额呢 11月单笔消费满额还会再送好礼 那大家如果说第一次接触 芝线上厅 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分类有很多类 也有很多细项 有陈邦的微学习 一号课堂 IC之音 旅读 亲子天下 爱波听书FM 很多精选课程 有超过一百多套 那么呢 这个应该是你要 你可以在任何琐碎的零碎时间里面 你都用这个来听的话 你也不用看荧幕 你就听声音的话 多少它都可以 让你得到很多知识讯 知识性的一些相关东西 也有很多娱乐性的 或者我觉得听东西是很没有压力的 如果大家有 可能现在解封了 我们要搭交通工具 或骑车 骑脚踏车 或者慢跑的时候 我看到 我一路骑车回家 都看到很多人 都在跑步 都在跑步 都已经开始在跑步了 我很怕撞到他们 但是他们可能也很怕撞到我 然后都跑 然后都会戴个耳机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在听 直直线上听 因为都会露出一种 你知道 得到养分的微笑 好 我们今天呢 有一个主题 大家有看到我们封面 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 我很爱看那个 我是金钱报 这个节目 所以他那天呢 就有那个 我们曾经访问一个特别来宾 理财专家 阿斯匹林 他就给大家两个图 好 就是看得到我们的封面 对不对 你就会看到那两个字 当然是各露出 各露出了上半部而已 然后你看到的是什么字 然后你先不要看 然后你知道 他下面就会有解答 告诉你说 你的解答是什么 那我现在可以讲答案了吧 应该可以 大家应该都看了 好给你们 五秒钟选 直觉这两个字是什么 一 二 三 好OK 五了 大家选好了 那我现在公布答案了 如果呢 你看到的是 他这个答案 因为这是网路的嘛 网路它这边也有统计吧 85%的人 如果你第一个 第一眼看到是考虑 这两个字的话呢 那就表示你这个人 比较容易焦虑紧张 内心比较缺乏 安全感 心里藏着 许多事因此压力较大 但他们的情感细腻 真诚善良 那如果你第一眼看到的是 老虎 这种人占15% 会在第一眼看到老虎的人呢 性格直率大方 没有太大的压力 而且是充满童心 没有心机 那这种人就是什么 傻呆萌吧 就是觉得 第一眼看到的是老虎的话 15%的人看到他是老虎 还有人看到的是别的吗 还有第三种考虑 还有第三种的选项吗 这两个字 大家可以再去 总部人看到笑处吧 对不对 笑处有人看到吗 或者笑虎也可以 好 这就没有统计了 但是15%的人看到的是老虎 85%的人看到的是考虑 我跟你讲 翻翻也是非常厉害 第一眼看到的是老虎 第二眼看到就考虑了吗 我就在想说 还有什么别的字啊 然后我就想 从右边那个字开始想 想说应该是绿吧 那前面应该是考 所以这种人算是什么样 从时结合了傻呆萌跟 习看傻呆萌 心机 其实沉浮很深 不是 他的考虑不是沉浮很深 是想太多 我想蛮多的 我以为这跟血型比较有关 我跟小天后同一个血型 我们都是很 那是他沾光了 那他是沾了你的血光了 血光了 这话说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 其实今天想到我想主题是说 2020到2021 你淘汰了些什么 为什么我想做这一个 因为其实我那天在 大家有没有泡澡的习惯 我就跟你讨论过这个 为什么 你一定要流汗嘛 对不对 因为那天我去泡温泉 那温泉终于开放了 那有一些坚持还要泡温泉的 要戴口罩的 我就不会去了 我会去那种就是露天 然后你在泡完要戴口罩 泡完戴口罩也是很闷 但是你泡的时候 不要戴口罩的这种温泉池 就是有露天的 然后我就去泡的时候 按摩大师跟我讲一句话 我忘了这个单元还是Dr.Life 你们再不打来 我们就要淘汰掉这个 首播 今天的主题 淘汰就是这个单元 没有啦 02 2509 9133 待会你可以来分享 好就讲到我去泡那个温泉 我想说 真的很怕你们打 我直接讲 那时候 因为他泡完以后 他下面有个按摩的 那通常其实 我觉得那个工作 真的是最快乐的 因为你知道 女生的话跟女生 你就算不认识 都可以聊很深入的话题 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认识他 应该只是你的超能力而已 是吗 还是说坦诚相见的时候 特别容易交心 也没有坦诚 因为很多浴金 因为他在做 也没有那么的坦诚 然后他就在讲 他说你这个 这两个月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前几个月没有办法营业 没有看到 因为他那个温泉是这样子 一条龙的 一条金的 不是一条龙 就是你先 那个流程 就是你先去淋浴 然后泡泡 然后烤箱 然后让他出汗 然后让他比较松软 那你的肉 应该这样讲 肉打松以后 再去按 效果会更好 不是叫别人打你一顿 所以他会叫你先去泡一泡 让身体放松 然后再去按 那就很方便 你不用再去什么换衣服 因为他就是一条金的 模式 我就按了以后 我就说你们也是休息很久了 他说对啊 但是也已经开业了 只是大家不晓得 就是怕还是怕人与人的连结 人与人的油压 纸压 这种都是太密集的 他也是有戴口罩 然后我们 我们已经可以不用戴了 然后他就说 其实按摩就是一种淘汰 就是你要淘汰你体内不好的一些气压 读书 通常我们会觉得说 这就是新陈代谢 不是 但他讲淘汰的时候就有点哲理 所以又发了 我觉得我今天开始按过以后 我就觉得我应该也要淘汰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度过了一个 一直在想要淘汰什么的周末以后 我一早就淘汰了一些不赚钱的股票 就是不是衣服 待会我会说我有三淘汰 第一个呢 你要知道 如果说今天一般的散户 我们一般散户来讲都是这样子的 你会一开始觉得说希望他长 他没有长以后就慢慢的 就像温水煮形化就换跌 先急跌换跌以后 你就觉得期待他有一天会长回来 可是通常有这样85%的人 可能都会觉得这样子 他就不可能长了 所以你永远会买在最高点杀在最低点 那后来我就发觉说 不管你杀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今天是用淘汰的心态 对不对 你可能早一点 通常你不做任何处置 他也不会照你的期待 觉得有一天 那个有一天可能就是天荒地牢的一天 那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 所以你不会有感觉说 你有什么变化 所以唯独有做一件事 你要大破大力 就是你要淘汰掉 你那个平常非常舍不得的 感觉那个股票好像已经跟你便手之足 然后共同奋斗了十几年 然后你要跟他催了 那张太太我很好奇 他已经跟任你多久了 一年以上了 哇 这中间你都没有放弃过 没有没有没有 就说曾经离过又取回来 离过又再婚 离过又再婚的 一直破镜重圆 对对对对 也就说你其实跟他是有感情的 很多 然后呢 放不下他 对对对对 那经过了按摩大师 按摩师的淘汰以后 我今天就做了一些淘汰数 那你确定不会再买回来了吗 当然要买 所谓的淘汰就是太旧换新 对你可以淘汰 但是不是叫你立刻切了一个旧的就交一个新的 不是这个 不是说 对对你可以在适当的时机 淘汰掉一些旧的 然后换新的 患然一新的感觉 其实完全我可以跟你讲 永远都只是数字的变化 不痛不痒的 不管你今天留着他还是没有留着他是不痛不痒 可是如果今天你有一种把它换掉太旧换新的感觉 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你有了新的机会 动力来了 果然就收盘就涨了 宇宙啊 我们不是常常讲说要向宇宙许愿吗 下订单 对太旧换新是第一个 第二个太旧换金 为什么 有很多人最近不是讲说 很多外国有人这是真的 他们不知道听了哪些 参与讲出那些媒体 听了某些外媒 觉得我们台湾是一直有一种好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就讲说甚至有些人已经准备了一些战备的逃生的工具 跟逃生战备随身包 其实那可能就是两千万分之二 两千万分之三 但是因为被拍到 而且他自己可能很高兴的上传这些 人家就采访他 就造成了这些影片如果疯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 大家觉得台湾的居民台湾的岛人民已经开始觉得有战争的味道 已经开始要除备什么 我觉得这种心态 随时有一种危机感是对的 但是觉得危机伺服在你身边 这样就太超过了 所以活得太焦虑了 第二个叫太久换星 第一个太久换星 好像我刚才讲说我是股票重新整理以后 反正说它的更有建设性 我是捐血 我要给自己一个掌声 等一下 你有拿到电风扇吗 十二寸的电风扇 哪什么时候那么好的事情 南投捐血啊 他们这次送的是十二寸的电风扇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也是蛮大的礼物 就是说他们南投有些宫庙的捐血 他希望大家可以捐血对不对 然后他也会给很好的礼物 所以就看到好多人排队捐血 十二寸的电风扇 还加一个 那个是什么东西 碗吗 还是电池什么东西的 就是两样不是一样 所以你是不是一举两得 所以其实捐血很棒 对啊 因为捐血就是你其实身体里面的血 如果你都没有 适时的 在好的情况下排出它的话 它就是一直都是那些 旧血循环 对它就在你身体里面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 那女生的话是因为本身有那个周期的排出 就好像还比较OK 那男生我都很鼓励大家去捐血 不要泄斗哦 对 不要用不好的方式排出 你不确定会不会止血 那个方式风险很高啊 对啊 好 所以你看啊 第一个台就换金 第二个台就换金 就是因为我觉得听到很多就是有一种危机感 对不对 但我忽然发觉 我不是说那种 有什么 过不久啊 就会有什么两岸 会有什么 什么事情 但是我觉得有一种 就是你可能投资要分散 所以我真的换了蛮多黄金的 然后我还发现 有了五倍券之后 对不对 你很多在选项方面 你都会看到销售一空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珠宝 珠宝类 其实它只能抵一点点 因为毕竟它不是五千块嘛 但是你如果是要买一个小饰品 或者你是要买一个一千 还不到一千 因为现在金价应该是六千一百多吧 一千嘛 所以你可能还没有办法买到一千 可是你可以换 你只要再加上一两千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小戒指 就等于打大折扣啊 对等于你虽然花钱了 可是这个东西还是保值的 对 你会觉得你的消费 是有的含投资在里面的感觉 对而且我最近也有开始发觉 我觉得什么东西会是 就是你不要什么东西 都重压一栏的时候 发现黄金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但是它是增值性很少啦 可是它毕竟是一种 老年人的观念会觉得说 它就是一个抗通膨的一个 可以压得住 因为它很重 所以它可以压得住 跟他写书法压制 我就发觉 要换什么样的东西很好 很好嘛 因为我喜欢摸的 当然你也可以开黄金存折 这是更方便 可是你要领出来的时候就不方便 除了要补那个黄金存折 但是你还是要等到银行开了 你才可以去领实体的 你不是随时可以领 对反正黄金存在那边也没有利息 你刚才就拿回家对不对 所以呢你就可以换什么你知道吗 一钱一钱的金牌 金牌上面是有写字吗 金条 就是比方说是龙文金牌啊 凤文金牌啊 或者幻彩金牌 这种东西 它很小 体积很小 可是你可以每天看它 后来我又觉得这个摸的扁扁的没有意思 对不对 你就换元宝 这个够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 换元宝 这种如果它有后面再加设计的话 那它就是我们市场上是买得到 圆圆实实的黄金吗 是啊 就是长得像金块那样上面写9990 金砖 对有有有有有 那个就叫做比方说一台两的 或者是十两或者五台两的都有 它就是有一点像是 还没有花纹的巧克力 这样子强 因为你也不可能买有一公斤的 也有一公斤的都有 对都有 只是它就不是装饰性 那你这个装饰性就会再扣一点点钱 在设计费上吗 设计费比较多的都是在试金 你买圆形金的 例如说你是买金块金条 对不对金牌 那个都没有什么设计性的 那你刚刚那个元宝呢 元宝就有了 元宝就要手工费了 所以元宝是好玩 你知道如果说你摆很多小元宝 你会觉得你在演古装戏的感觉 真的你会觉得你是元外 没有我觉得元外感很好笑 那里秀是要宽一点 也就是说这种东西 其实会让你心情很好 所以我会换很多小元宝回来 然后你摆在桌子上 你摆在桌子上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 哇真的好像在演那个 从前有个元外家里有一棵树 树下有很多 对不对有一个狗 狗会一直去闻那棵树 然后仆人就在那边挖挖挖 就挖到一坛金子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你很像在看民间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种乐趣也是有的 然后他又可以帮你保值 所以就太久换金 然后我觉得第三个是要太久换琴的 心情要好一点 因为我发觉我昨天去 有些店 你知道其实老店 我最近的周末我去一些老店 有一些生意真的回来了 但是有很多店的生意 其实是没有回来的 因为疫情期间 他们可能歇业蛮久 还不知道有没有回来 那你自己是不是要上网先看这个店恢复了没有 那我看了很多店 他就直接写永久停业 就是可能已经另觅他处了 不在这个地址了 或者改名字了 那有些老店对不对 什么圆什么圆的 我都有去过 我就发觉老客人并没有回来 然后新的客人也没有增加 对对对 所以就会还是要支持一些老的店 怕他们又不见了你知道 然后我那天就去那家老店吃 我就觉得说 其实太多太多人是叫外卖了 所以你已经很少去到餐厅的那种感觉了 共食就是大家可以围着桌子吃饭的那种感觉 就是跟其他桌 不是说我去桌桌跟他们吃 而是很多人共聚一堂吃饭的那种盛况 已经很久没有体验了 像我昨天又去吃了一家店 那这家店他一直没有停业 他一直在疫情期间也都有 你就是他没有外送 他是叫做外卖自取 外卖自取 对对对 他们都会在 对就是我很讨厌的 就是说不准内用的这四个字 对但他没有写不准内用 他就是好几个人 手在门口你也冲不进去就对 那所以其实店 你看到那个店的椅子 那么空 以前都要排很久 很想给他坐下去你知道 没办法 我们冲不过那个保镖人墙 那个保镖像范蒂冈的保镖 一样的严谨 然后我去的时候 昨天终于我又进去了 其实这期间 我一直有用外卖自取 但他们可能没有看到 因为取货的人很多 我昨天一进去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觉得真的 感觉是过年了 我只能说 我好像在走砍城的红地毯 英雄般的欢迎 会列队是不是 我很尴尬 你知道吗 因为我到底是多会吃呢 我真的一定要讲这一点 我觉得真的很尴尬 就是不要叫那么大声 好 刚才分享就是说 你到那个餐厅的时候 其实你会知道说 有些旧店员可能陆续 也可能本来原来是没有需要 那么多人 也都回来了 对不对 那我见到那个餐厅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 他是要登记号码 然后还要再排 还要再等 首先开始要等的时候 我就知道客户都回 老客人应该都回来了 那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我跟你讲真的是 你终于来了 你知道吗 我吓一大跳 我想说 你们这么多客人 怎么可能认得我呢 连爷爷的 对我就想说 认错人了 而且你来了 你将来来了 真的没差这四个字 他们完全不知道我是干嘛 因为我们都戴口罩 是不是 我想应该认不得吧 没有 你很明显 不是很明显的胖 我跟你讲 真的是很明显 为什么 他们就说你终于来了 后台的都瞠目折舌 我这样太大声 我想为什么要这么样的隆重欢迎 要看一下脚 真的是消毒坛 并不是红地毯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他要写人数 然后要送出 你要排号码 他就写说 你写三人 我说没有 我就说我没有要占位置 不用 没有三人 他就说 你要写三人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因为你点的菜桌面 放不下 这回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那么红了 你知道 三人桌小姐 所以他不是不认得我的 他是完全认识我的 他完全把你 三人桌 而且他又不能写四人桌 其实三人桌 就是四人桌的意思 因为他那个就是四个 你不可能是三角桌 或圆桌 对对对 就是四人桌的意思 但他为什么要写三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四人桌 你算一个人 因为你的桌子 你的点的菜 根本小桌放不下 一人吃一家人 一人吃四人补 真的 所以就是 你就是点那么多 所以他就会说 你就是要放 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 他们会讲说 那个铺满来了 就是桌面会铺满的 那个来的 真的铺满来了 铺满来了 所以但我很开心的是 大家又可以一起吃饭了 为什么呢 你跟谁一起 我就一个人 就很多人了 就是你喜 我觉得很多人在食堂 吃饭的那个饭气很好 就那个气氛要有 你知道吗 因为太多人 已经没有跟那么多 不认识的人一起 共享你们记忆中的美食了 所以我觉得太旧换情 这点很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 你有没有觉得这么疫情 2020到2021 你可能很多时候 对不对 你没有出门 或者说你也没有跟人见面 你们的沟通工具 不是视讯 不然就是用 LINE WeChat WhatsApp 对不对 用这些 后面两个我都没有用 然后呢 所以我只有用到 后面两个很难用啊 我又没有那边的朋友 那么多吗 所以我 而且我已经无聊到 会在很多 YouTuber下面留言 你已经 我已经变成一个铁粉了 渴望社交变成这样子了 后来我在 那我们就发起来说 我们现在应该来聚会 对不对 这又来了一点 你可以跟很多人 你可以自己去吃饭 可是你很难约人了 会吗 就是很多 我知道我们下次 要一起去吃饭 我猜 已经约很久了 就有些电一支 再不去 怕倒了 真的 赶快支持一下 赶快赶快支持一下 因为就是 你跟有时候 你会觉得有一种 就是很久没有见面 可是又很熟悉 因为毕竟你们每天 有在LINE上面聊天 对不对 对 可是真的要约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容易 是心情上有点却步吗 不是 是我后来发觉 是不是我被淘汰了 什么意思 是不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友情也会被淘汰吗 你开时间 大家都就是打哈哈带过 你这样讲 还真的是 哈哈哈哈 就是敷衍第一招就中了这样 没有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谁给我贴图结尾那个人 我都不读 就这样子 你从外面 就这样子 谁谁谁 以传送贴图 他是贴图的 对不对 你就不读 就不读了 这么残忍 我就是地位 就是这么高 你希望大家跟你说 他亲手打的字 你就是要亲笔 写信给我 那他如果用那个打字 然后key到那个 可以自己填字的贴图里 可以吗 也不行 也不行 他也是有用心 也不行 你就是得给我用写的 好 对 你就是要是你的心情 而不是一个图像 就敷衍了 你想要一个老派友 所以 对我要老一点 老派友 我常常给他们鼓励的时候 海外我都会讲说 我是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人 对不对 感谢你在疫情期间 因为我不能出去 谢谢你帮我们 带我们去旅行 你写的地点 我都有记下来 我将来一定会去的 完全是 一路要小心哦 要健健康康的哦 完全就是一个 粉丝起手式 不是完全就是 他可能以为我六七十岁 那种口吻就是叮嚀式的 还要注意健康保暖啊 什么的 有点像 银法自驾团出油 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可能会发觉说 你是不是被某些 你是不是淘汰了一些朋友 你也被一些朋友淘汰了 我以前有一阵子 有想要淘汰朋友 然后可是因为 就会想起 当你有点淘汰他 你们有点疏远了以后 你过一阵子就会突然想起 当初他对你很好的那些片段 片段而已 片段 因为我记忆力也不是太好 断片还是片段 没有喝酒没有断片 对OK 可是我觉得 翻应该在小时候会被霸凌 什么意思啊 因为就是漂亮女生 不是被霸凌 可能会被孤立 太漂亮 我小时候个性有点差 现在虽然也没多好 但我小时候嘴巴 就嘴巴更不懂得收敛 可是因为 我在小学的时候 那你就是最漂亮的那种 红星十三妹吗 没有 也不是校园一姐 就是又漂亮又恰 也是没有带帮结派 没有没有 好那我们今天要拉回来 就是如果说这几年 你可能两年 其实不要两年 几个月你们都没有出去 或聚会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说 慢慢慢慢的 你会觉得好亲近又好遥远 跟你很亲可是又跟你很远 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那个腿就不想动 你就想张开嘴 可是你不想迈开腿 什么意思 这是懒吗 懒腿 其实 因为我讲那么多 讲那么多文学用语 其实就是 人跟人的见面都会变得懒了 就觉得其实那样就可以了 尤其当你的圈子很舒适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想迈开腿 去做任何的沟通跟联系 11月的第一天嘛 对不对 又是礼拜一 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1111 对不对 记得记得 有些网站今天要赶快登录抽奖 不要忘记 他有时间限制的 提醒各位风友 看我们多么体贴啊 告诉你们今天一号会有很多网站购物的 要赶快上去登记才有抽奖机会 对111前哨站 对前哨站快点去 OK 所以我们没人打来吗 他真的把我们淘汰了吗 我觉得风友是听我们两个好像讲的好像很开心 但是殊不知我们都在硬撑 果然你就是选老虎 乐观 必须的 就是这样子 我们肯定是要开心的 就算我们怎么聊不下去 我们要继续聊完 其实是可以聊 只是江泰还是觉得要接一下 进一些义务 但是没有关系 进一些单元的义务 对我们不要看到几个灯有没有闪 不要管他 好继续聊 刚才讲到就是 你会不太敢跟人家接触 对不对 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你很想去约 可是你就是变着 我甚至觉得 我们口罩戴习惯了 对不对 突然拿下口罩 对不对 我会低头 有点赤裸 捡钱吗 不知道为什么 你还真的捡得到 我常捡到钱 只要你们专心捡 一定捡得到 只要用心 只要用心 真的会捡到钱 因为我一路都是用走的 我只要用心 我真的捡得到钱 就是你口罩戴久了 对不对 会 我有时候会讲说 你可不可以把口罩拿掉 让我看一下你长怎样 这听起来还蛮侵犯的感觉 有点侵犯性的感觉 有一点侵入性的感觉 那如果我下半天也没化妆 怎么办 对因为那天我去看一个地方 那他介绍的那个销售员 他就是一直戴着口罩 对不对 对啊 我真的就是 我说我讲一个 你不要介意 我不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真的很想看你长怎样 你口罩可以拿掉吗 蛮诚恳的 没有 一二三 翻牌的那一幕 接牌的那一幕 就是口罩拿掉 有一种你知道那个 接牌的那个任务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会说 你真的很好看 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你也要很勇敢的 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面对我不管是说真内心话 真心话还是我是礼貌性的 你为什么会想看到全脸啊 我一定 我真的会想看到他长怎样 因为我觉得我的辨识度 他们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看 我就说看的眼镜就分得出人嘛 可是我分不出来耶 那天有一个人 他是有想象 他的下半脸 对对 我想看他整个脸长怎样 跟你的想象一不一样吗 因为那天有人叫我 可是因为我光从他的口罩 我看不出他是谁 我是觉得我很不礼貌 可是有些人 他的眼睛辨识度就很高 就很容易认出来 或整个人的造型 对 所以我才会说 你可以把你的口罩拿掉 让我看一下 这有点像是婚有色 你会觉得 对啊 就是我真的是很没礼貌 但是我不会对男生这样子讲 我是对女生 你早说 就我想说 你的化妆是不是只化 三分之一呢 你这样人家也骑虎难下 要是我会说不行 因为我今天化妆只化到鼻孔 鼻孔像我没有化 所以我不给你看 对 对因为那天 我那天就要讲 就是因为我曾经在讲话的时候 他被一个长辈要求说 你不要戴口罩讲话 这样子我看听不清楚 原来有些人 有些人讲话 他要搭配你的嘴型 就是说他希望看到你是一个 不是跟一个机器人在讲话 对对 而且我们眼睛也不是砸 也不能一直砸一直砸嘛 又不是睫毛掉到眼睛里 长辈有做好疫苗的准备吗 我就跟他讲 不是啊 那是因为我们戴口罩是保护你 对不对 因为我们怕说 我们说感冒怎么样 他下去就说 别听他们乱说了 哇直接开大绝 直接就是说 这个系统会没有病 直接告诉你说 外面说的假的 疯疯你都假的 我这里很安静 没关系没问题了 你该把口罩拿掉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破口有点危险 突然间我意识到 原来我们已经习惯戴口罩了 对对对 他已经成为你身上一部分了 所以我觉得 很少会忘记了 现在出门几乎不太会忘记 今天还遇到一个人 他还想说 又回头 为什么 他说他忘了拿口罩 意思就是说 你会发觉很多人 他会一出门的时候 赶快回来说 忘了戴口罩 就比钥匙还快想到 对就是你戴口罩 又不能开锁 就没带钥匙 可是口罩 肯定要戴着 这就像我出门 如果今天要泡温泉的话 不知道哪个温泉馆 临时又发了什么 发了什么奇想 突然间要你戴口罩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准备两三个 因为会湿啊 那泡温泉真的好吗 所以我现在到处在寻觅说 那种裸汤可以不要泡 大众词可以不要带口罩的 因为这个太夸张了 那都是水 意义何在 快快捷径了 是吗 对啊 泡温泉运动啊 反正我希望大家慢慢慢慢的 应该都恢复了 因为起码今天看到很多 很多那个 百货公司有些位置也在排队 就是如果是限购的时候 害我好想知道是什么 哪一类型的化妆品吗 女士用品 化妆品啊 但是我觉得好奇怪 大家还在戴口罩化妆干嘛 可能更加需要说当街牌的那一刻 我更美了吗 你都可以今年还在那边订那个 是江苏吗 还是哪里的饭店 人家还不能囤明年的化妆品啊 当然可以啊 苏州 是苏州 苏州探荒 忘了名字好长哦 你有没有记得去 探花 问奸堂啊 问奸堂还是什么堂的 苏州探花 文旅什么堂忘记了 结果退了啊 因为他 我订12月嘛 对 但是他们现在又有一个 因为那个他们的国内又有新的感染源 就是内蒙 内蒙的自驾团 然后他们不是有旅行团 就有人感染在内蒙 所以他们的旅游并没有 对国际观光客来讲 他并没有松懈 应该在明年冬奥以前 12月冬奥还是几月 冬奥应该是冬奥前 对不对 都不可能松吧 会很严谨很严谨 冬奥应该起码就是冬天 好像是12月 冬奥 忘记了 冬奥是不是12月 已经倒数不知道多久了 倒数了吗 还是要一个月 全凯大哥 马上叫救兵 救救我们啊 好 今天跟大家 在11月1号开头 跟大家分享一些 心情上的转变 我觉得就是 封锁的期间 大家要封锁 2月4号 还那么久啊 哪有久啊 11月了 剩三个月了 对啊 剩三个月 2月4号 那真的很开朗 还好久啊 我以为是12月就要冬奥了 那表示他们 没有 这表示他们对于国际旅行 或者是什么的 人的流动会更严谨 起码在冬奥以前 他们是不可能 中国大陆是不可能松绑 必须hold住 必须退 就是我已经定的必须退 我已经退了 因为我非常知道的 因为搬机也不太可能 让你很轻松的上飞机 回来 起码回来 这个简易 如果没有很松绑的话 就是不行的 对 那大家今天听这个心情上 有没有一种 太旧换新的感觉 我觉得想到很多太旧换新的灵感 可能去年已经很多人的笔电 都太旧换新了 因为要在家里工作 那我还要讲一个手机 因为我的手机不是我常常在看剧什么 我觉得它太重 我就买了一个手机支架 就是贴在后面可以随身带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Pro iPhone Pro那么重 没有一个支架可以支撑它 连支架也撑不住 所以我今天又太旧换新了 或者很生气 它直接就倒 我不管放什么 它就啪就倒下去 不是要换更强的支架